看不到清澈的海水 马来西亚沙巴亚比的加亚岛 海上只见漂浮的垃圾 岛上环境卫生欠佳 蚊虫到处滋生 影响居民生活品质 刺激志工逐户宣导 希望提高当地环保意识 鼓励居民响应资源回收 除了宣导 更有效的就是动手做 第一站要从刺激学习中心外开始 我们会发现到村民都很喜欢干净 只是不懂从哪里做起 我们宣导给他们知道环保的重要性 他们很接受我们的意见 而且他们也是在进行中 在和我们一起配合 因为这边有五个港工 现在刚刚第一个港工 我们希望做了这个很成功 有其他的港工也是会跟着这样做 刺激学习中心的孩子 跟着志工一起坐 汗水下整理了一袋袋的垃圾 恢复昔日干净的环境 大家新闻 曾山美志工张云青 吴永慧 谢念祥 马来西亚报道